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一点人道主义关怀 展现女人的温柔的力量 以安抚为要 别害怕 别害怕 呼噜呼噜毛 吓不着 呼噜呼噜毛 吓不着 五角大楼 情报机构 美国军方相关部门 美国国家安全局 对于美国什么 一口咬定说这个气球是间接气球 行 你们说就说了 但是你能想到吗 我说这个就把美国人给吓着了 美国的农民就种地的美国农民也参与到这个事件当中来了 你知道美国农民怎么说这事吗 我曾经有一年 大概是2017年呀 美国有个华人电视台组织呢 横管整个美利坚 我是在刚刚走完了红军长征25000里 从江西余都走到延安之后 到美国 我又从美国东海岸走到西海岸 都是开车 这边是重走长征路 这边横管整个美利坚 我在美国就去了美国中部 很多很多欠发达的地方 如果你到美国 你只能去那些发达的城市 你以为那是个美国 你去去美国中部地区 老百姓啊 迷迷等等的 很淳朴 很善良 全村有一个教堂 全村一个咖啡厅 二楼上有钢琴 非要拉我上去看看那个钢琴 美国农民是很善良 很淳朴的 美国媒体集中报道 中国所谓间接气球 把美国农民吓坏了 美国农民的深陷恐怖于不安当中 知道吧 美国农民被美国媒体那个说法呢 他们相信说是间谍气球 为什么到我们这个上空来了 说这是愧策美国土地 结果吧 牧场主啊 叫麦克米勒 麦克汤纳 麦克当劳 吓怀 说那这样会影响到美国经济啊 结果这个牧场主呢 麦克米勒 他就对美联社表示说 说我们美国必须马上立法 要马上立法禁止外国人到美国来买美国的这个农地 美国的地不能卖给中国人 要特别避免农业控制权和食品供应落在他人之手 美国人农民居然是因为一个所谓的流浪气球能想这么多 美联社明知道这个农民是被他们吓成这样的 对吧 但美联社反过来也用他们的话 怎么说 说我们强烈建议最好不要让外国人外国实体或者外国的公司来购买美国的土地 特别是不能让那些对我们并不友好的外国 例如中国来得到美国的土地 这个农民说 现在已经越来越看清了 他们侦查我们的土地 他们是想从经济上 而不是军事上来控制我们 至少他们第一步从耕地上来控制我们 美国还真有一些人 他们草木皆兵啊 风声鹤唳啊 已经搞到德渊社大有喜剧色彩的水平了 美国农业部有个数据 说外国人呢 目前在美国以租或者买的方式控制的美国农用地不到3% 这里边和中国占边的呢 大概1% 1%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一共呢 是340平方公里 这没多大一块地方 对不对 但是呢 美国媒体说 中国人购买美国农用地的速度正在加快 如果你认为美国吓唬农民的这些人 只有美联社这样的媒体呢 你错了 美国有个哈德逊研究所 知道吧 就美国还用名的智库 他们的研究员 说在10年的时间里边 中国人拥有美国农用地的产权 从2010年的8100万美元 月升至2020年的18亿美元 你看 一共是340平方公里的土地 他到这换算成18亿美元 这美国农民脑子转不过个来 他们拿手指头算数 知道吗 施衣内加减法都得用手指头 18亿 更吓坏了 美国怀俄明州的州议会农业公共土地水务委员会 刚刚通过了一项限制中国和俄罗斯 在他们州拥有土地的议案 同一天 猛大拿州立法机构也听取了一个新法案 法案呢 将禁止任何外国对手 在该州获得所谓关键基础设施的所有权 这张照片是美军捞起气球残骸 这张照片 我看拍的还挺美的 尤其是船前面这些水面 因为有光 波光淋淋的油画感 十足波动的光影 有点欧洲印象派的风格 美国摄影记者技术是不错的 但是美国农民瞎得灰飞魄散 你说这有什么必要呢 流浪气球这事在美国发酵 发酵到德云社的水平 真不是开玩笑 美国这么做就是一个目的 把他炒大 美国今天我看又向世界各国通报 说中共间谍气球 美国人现在怎么那么小气 那么敏感 那么胡来 看不明白 反常必有要 看不明白 要看仔细 美国这一切都不会是无用功 更不是要把它当成一个德云社的喜剧 演给你看 感谢收看 谢谢